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凌凌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在YouTube上收看的观众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留言跟我们互动 那首先要欢迎到场的嘉宾 第一位是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蔡正佳蔡老师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退役陆军少将栗政杰栗将军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王上志上志哥 批林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在这节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 经过跟中国大陆一系列的岛礁冲突跟谈判之后 菲律宾现在有了军事上的重大转折 菲律宾陆军发言人路易·德马阿拉 4号表示飞国决定将美国提封中程导弹系统要撤出旅宋岛 而且时间说了预计在9月份要归还美国 他还表示尽管呢 没有在实弹演习当中使用过这一套的中程弹道导弹 但是菲律宾的部队呢 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还有维护这一套的导弹系统 好另外来看到原本才说呢不会只有抗议还要做更多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他被证实已经指示军方要缓和南海的紧张局势 这跟中国和菲律宾官员最近的磋商讨论的结果方向大致上是相符的 我们就想请教上这个了 现在小马可是看起来态度服软嘛 不过这个要撤堤峰到底是美国的意思还是 哇这个要撤掉这个堤峰中程导弹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是最近对南海情势跟中微情势当中 应该算是一个突然的意料之外 小马可是究竟是软化还是退让这件事情 但就这个动作应该是 只因为太特别了 因为这个堤峰系统才布建在菲律宾的领土并不久 而且这个这套武器本身也很特别 那么都赵提峰的这个重量飞带系统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有一个特别的发射系统 然后配置在一个集装箱 同时搭配一个特别的拖车 也就是它其实是可移动性的 所以它的机动性很足 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威胁性就很大 而且它是比较新的武器 2023年才正式的推出 由洛克希特马丁他们所来制作的 所以怎么会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国际间 特别是在了解印太情势里头 大家都有不同的研判 但是表示当然小马头是肯定有它的压力 而且这样子的决定 肯定也要美国同意 那么不可能是它自己片面来宣布 因此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办法来 诸多的断论说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美国让它还是等等 目前因为南海局势相对复杂 但是无论如何 因为中非已经开始在沟通了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 只有它的整体的这件事情 政治意义稍微解读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在这个南海江界的 这个争端上来讲 确实中国的强硬 这件事情是不容置疑的 而这个强硬当中 虽然菲律宾当中先前军方 外交系统乃至小马可市都打了嘴炮 但是问题是美国的支援 现在看起来是并没有具体的 无论包括航母或各方面 美国就是国务院稍微谴责一下 就口惠而没有实质的部分的动作 其实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强硬 那这个强硬当中 事实上最后迫使了 包括中国大陆在意的 感觉起来就不只是南海江界了 还包括了也就是说 菲律宾跟美国方面 这种所谓的中美军事同盟 包括这么重要的忠诚 包括飞弹的这样子的部件 是中国大陆在意的 而这个东西就是中国提出来要你撤 我们还是说是菲律宾 我想不太可能是菲律宾主动提的 怎么可能我菲律宾主动说 我要砍掉我的右推 但我们就想到过去南韩 在整个在萨克飞弹当中 要布建与否 这样子的国际当中的拉扯 或者是国际当中的互相 究竟你要不要撤 你要不要布置 这当中还是有点微妙的 当然现在因为在9月 才要正式归还 以现在的南海的国际情势 来说9月之前你说会不会有变动 现在都不能说定 现在我们对于国际情势 什么答应了嘴巴讲的 你没有到最后发送那一天 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弹性 最后讲一点 先讲一点 我认为小马克思最近有非常多的压力 我想其实在整个菲律宾内部当中 特别是杜特蒂家族 杜特蒂要重新出来选了 儿子女儿都要出来选了 包括他的女儿辞掉教育部长 现在副总理虽然还是带的 感觉起来杜特蒂的部分 然后在我看菲律宾里头的媒体的评论 也都强调那么杜特蒂这一波 看起来是看小马克思是不顺眼的 对他最近的治国 所以我相信小马克思是有压力的 而这压力不只来自中国 也来自于菲律宾的内部 是 那目前虽然看起来 这个托伤的结果好像是正面发展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是另外一头了 菲律宾军方他们要求中国说 那应该要为上个月发生的这一起 双方船只碰撞事件 说要赔偿大约6000万批索 则和台币大约是3300万 以及说包括这个枪嘛也要还 那现在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了 他说中国维权正当合法 呼吁菲律宾停止挑衅 要回到对话协商的正轨上 这一次中非仁爱交冲突呢 菲律宾可以说是输了面子也输了理智 那我们想请教曾佳老师了 小马可是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 小马可是他刚上台的时候 就是要强调他所谓他的民族主义 那那个是小马可是他的政策上的路线 那他以为他只要跟随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有美国当他的靠山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小马可是他就挑起了南海人爱交的争议 那他想说利用这个南海的一个人爱交的一个争议 让那个菲律宾跟美国的一个关系回到过去 就是所谓的一个美非的一个紧密的一个军事同盟的一个关系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希望呢那个美国呢能够在菲律宾驻军有一些基地 那美国也同意在菲律宾驻了一个四个的一个基地 那小马可是他图的一个是什么 他图的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利益 那我们都知道说美国在菲律宾设了一个四个基地的话 这个对菲律宾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上 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些非常大的一个注意 而且呢之前呢 菲律宾在那个爱奎诺 小爱奎诺的一个时期 在南海的一个问题上 吃了一些门窥 他想趁现在 那一举把它给讨回来 但是哪知道 美国都是口头说说而已 那口会而食不至 现在发现呢这个美国这个背后的一个这个靠山 好像就是好像退缩了 航母也离开了 那他发现就是说 美国对他的一个支持好像没有像日本跟 像美国对日本跟韩国这么样的一个坚定 那可见呢 美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 好像有没有 也不是这么样的一个靠谱 可见呢美国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基地 他要的是什么 美国要的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基地 利用菲律宾的一个基地呢 来去什么 来去挑衅中国 然后在这样子的南海 让南海跟台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联动 那现在发现呢 美国的一个目的达到之后 菲律宾想要的东西都要不到了 所以我觉得呢 菲律宾在这个问题上 它是投机不着四八米 所以我觉得这个菲律宾 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调性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非常非常摇摆 非常非常的一个什么 非常的一个取巧 我相信呢 在中国大陆这么强硬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路线下 我觉得菲律宾应该就不太敢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不太敢这样子的一个去挑衅了 所以现在反而就是接下来要钱了 就是要跟中国大陆来去要赔偿 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寸步不让 所以我觉得我刚刚非常赞同那个上次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那个小马克思他的一个问题 他不只是面对的一个美国 还有外部的一个问题 还有他的一个内部来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压力 他的一个 他上台之后整个菲律宾的一个经济 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所谓的一个好转 他面临的是什么 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迫 内外交迫的一个菲律宾 真的能强硬起来吗 我很怀疑 是 老师说到这个内外交迫的部分 内的部分我们稍后会来相谈 我们首先要来看到在军武方面 因为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他的借鉴参议员伊美马克思 他最近说了一个爆炸性的言论 他说他知道中国计划要使用高超音速导弹 来攻击位在菲律宾群岛周围的25个潜在目标 虽然对菲律宾来说呢 解放军的高超音速导弹诬懈可及 但是我们要请教立将军了 退一万步来说 要动菲律宾真的有必要这个用牛刀吗 我觉得伊美马克思 他军武常事也未免太差了吧 居然会讲出这么漏洞百出的一个谎言 第一个 当然就是对付菲律宾来讲的话 真的才抬举自己的 不需要用到超高音速导弹 那很贵的 其实对付菲律宾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 我想的话很现实 就是你要拦截 我用这个 你菲律宾自己本身 你没有拦截 一般的导弹 你都没有这种拦截的能力 所以他不需要用到超高音速 超高音速是应付那些 就是有这个高音速拦截武器的国家 包括像爱博者飞弹来讲的话 你有这种武器 我可以用超高音速 飞弹让你拦截不到 那菲律宾本身 没有这种拦截的系统 所以他不需要用到超高音速导弹 这是第一个军武的尝试 第二个来讲的话 这个属于 要攻击哪几个目标 要不要用到超高音速导弹 甚至于他讲出25个基地 这个在情报上面来讲 属于战略级的情报 不是一般战术 你在海上面看到说 有一艘潜水艇会干嘛浮出来 这是属于国家级的 国防部级的那种战略情报 那你不过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参议员 你怎么可能得到这种情报 那你说那美国给我的 如果说美国要给这个情报来讲的话 那他要给的也是给菲律宾的国防部 他不会给你一个参议员 不可能只给你一个参议 他要给国防部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第二个破洞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以免马可思一讲完之后 其实他的国防部的发言人 立刻复合说有这么一回事 就很看得出来是政治上的操作 那为什么要做这种操作呢 我觉得他不是在对 中国大陆讲这番的话了 他是安抚国内的群众 让他为了他这一阵子 这一阵子来讲的话 跟这个中国大陆在海域上面冲突 造成老百姓 不管在经济上面的困沌 甚至于渔民因此而没有办法出海捕鱼 然后甚至于国家来讲 也丢了很大一个脸 然后这个尤其是6月17号 那些事情来讲的话 很没面子 他只是为了挽回他的面子 为了挽回他这个民众的 甚至于说是安抚杜特地 反对派的这种心理来讲的话 为他自己当初跟定下这种 国防策略 跟中国在南海上面 采取对抗的一种行为 找到一个台阶下来 说因为是中国 他用这个超高音速导弹 瞄准了我25个基地 所以我才必须要采取这种对抗 积极对抗的行为 我是觉得说是 以免马可思是在为马可思 找一个台阶 然后能够顺势下来 是说到找台阶 也就是因为现在内部的压力真的浮现 我们来看到 贝律宾前总统杜特地的女儿 现任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地 他日前就宣布要辞去 教育部部长 还有反叛乱工作组织 副主席等政府的重要职务 他就只保留副总统这个职务 要彻底退出 小马可思的内阁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政坛里头呢 他这样的举动 一方面就被视为说 你是想跟现任政府来划清界限 那另外一方面也被视为说 现在杜特地跟马可思两大 菲律宾政治家族之间是决裂了吗 我们要请教上之歌 你怎么看 我觉得看这个脉络上 以及杜特地 那么这位79岁的老先生 有他过去强悍的个性 那么他原先就是要交班给他的女儿 但现在他宣布他 还有不只他 他的另外两个儿子 我的妈啊 一家三姐还不报道他的女儿 萨拉现在在当副总统的这一位 所以等于他全面就要进入这个参议院 要选参议员 所以那毫无疑问 这就是对小马可思的一个 真的是一个迎头痛极或一个警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小马可思在这些 在他从2022年选上 因为我们知道 菲律宾总统是六年一任的 所以他可以当到2028年 比如说现在才当两年 2024年 虽然参议院的选举是明年的5月 2025年 但也就是之后 他还有将近三年一半的时间 万一如果杜特地 整个家族进去主导参议院 而且反对他的预算 反对他的法案 所有的部分 他就跛脚到一塌糊涂了 我们要特别注意几个部分的事实 首先在杜特地家族 还没有出来宣布之前 其实有一个社会福利部长 叫Erwin 事实上是在菲律宾当中 最富人望的 也就是说参议院选举 如果明天就要投票 76%的菲律宾人投他 那事实上他就已经不是 小马可氏方面的人了 更不要说现在杜特地 这种霸王重新出现 而且大家特别注意 在今年三月的针对民调 小马可氏跟副总理 他的沙拉杜特地 小马可氏的民调才55% 沙拉的民调是更高的 是67% 这还是三月 所以我认为是杜特地家族 而且有所评断的 而且刚刚提到 在6月19号 沙拉宣布 我不做教育部长了 我不兼任了 一个礼拜之后 马上整个杜特地家族 说全部都要跳出来选 老爸爸 两个儿子 还有现在女儿在证 所以这个部分 对小马可氏的压力 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是没有心理准备的 因为过去杜特地家族 跟小马可氏 大家是确实是合作 跟分工 而且感觉起来说 小马可氏当完之后 就要交棒给他的女儿 有这样子的所谓的默契 但是杜特地 老杜特地 为什么等不到这个交棒了 而且现在从中就要拦弧了 我认为真的就是 小马可氏 透过跟美国的结盟关系 挑战中国的 要显示自己一幅强人路线 我认为老杜特地 是看不下去的 中备的紧张 其实稍微按下了空白键 那我们要来看到 俄乌战场 现在的局势是怎么发展呢 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命运 掌握在年底11月5号的 美国总统大选首领 因为一般呢 外界分析也认为说 如果是拜登连任的话 那美国会继续援助乌克兰 但是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 川普之前也放了很多话嘛 那很可能就直接 这个援助就喊咖了 现在呢 看起来民调上 川普回国的几率是蛮大的 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真的是坐立难安 那川普他一再声称 他自己是有办法 可以迅速终结掉这场战争 泽伦斯基就喊话说 那有办法就赶快说来听听看 也急着想要了解说 新月之后 他到底乌克兰方面 还可不可以获得到美国的支持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最近的发言说 他认真看待川普的这番言论 但是他个人是比较偏好 拜登来当美国总统 怎么说呢 比较好预测 比较好控制嘛 那再来我们看到外媒也爆料 说据传现在川普跟普丁 已经在讨论说未来莫斯科当局 可以保留多少乌克兰 二战区的领土 我们要请教蔡老师 现在光川普一个人 他就搅乱了整个战争吗 其实川普不只搅乱整个的一个 俄乌战场 他也搅乱了跟美国 跟日本之间的一个 同盟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这种上礼拜的一个 美国总统辩论之后 那我觉得美国的一个盟友 都非常非常的一个紧张 因为川普上来了之后 一定跟什么 一定跟拜登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路线 是完全不一样 那那个川普最常常讲 就是说 就是要我援助你 你必须要付出同等的一个代价 也就是说 你就是你一定要什么 你一定要付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他说美国绝对不会什么 绝对不会 没有任何代价 就来一个援助你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以现在的一个整个日本 跟那个韩国的一个同盟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都知道说 日韩 他们是跟美国的一个军事同盟 他们有付钱 只是川普觉得付得不够多 但是呢 乌克兰是完全不一样的 乌克兰是完全依赖什么 美国的一个军事援助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就是那个 哲伦斯基 他那个非常坐立 他应该是坐如针毡 他怕那个川普上来了之后 那可能会停止 对乌克兰的一个军援 如果美国停止 对乌克兰的一个军援 那他真的就是什么 他真的没有办法打下去了 那所以呢 他现在那个什么 那个川普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川普他说 他可以一天之内 就可以来让俄乌战争来结束 那你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战争当中 你要一天结束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停战 好 那停战就是什么 第一个维持现状 维持现在的一个现状 也就是说 俄罗斯现在所占领的一个领土 你都必须要什么 你都必须要去承认 维持现在的一个现状 以现在的一个现状 来停止什么 来停止这样子的一个作战 那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呢 就不再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了嘛 因为你既然已经是什么 维持现状的话 就不需要再提供武器了嘛 自然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什么 就能够让双方都什么 停止作战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 川普的一个想法 那刚刚主持人也有讲到嘛 那个普丁好像不太相信 好像不太相信川普的一个说法 因为川普的一个说法 总是什么 搬来覆去 而且之前 那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 那个普丁也曾经吃过他的亏 所以他一直觉得说 那个川普的话 虽然有利于我们 但是 但是听听就好 但是呢 这个泽伦斯基呢 就非常的一个紧张 他就说 你到底 你可以停止 就是战争的话 你到底具体的一个做法是什么 他就非常的一个什么 想要知道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川普他最厉害的一点 他不用做什么事 他只要靠嘴巴 就能够什么 搅乱整个的一个什么 国际的一个局势 那至于川普上来之后 会怎么做 我觉得通常都是跟他嘴巴说的 会什么 会不太一样 因为川普 他最常做的就是 surprise 就是让你 就是没有去预测到 就是说 你 我到底下一步要做什么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对于整个的两岸关系 他一直什么 不愿意去表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一觉得是说 从上个礼拜的一个 整个一个辩论会的一个结束之后 我觉得不只是什么 不只是现在的一个什么 乌克兰觉得紧张 我觉得日本跟韩国都觉得什么 非常的一个紧张 他们之前在拜登的时期 都是站在抗中的第一线 现在美国缩手了 那他们也觉得什么 觉得是不是我的政策 应该要调整 是 好 确实呢 如果要结束这场战争 除了川普他自己说的算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 有这个能力 我们稍后来提到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过我们现在 另外一个切点要来看到 俄乌战争呢 持续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 虽然俄罗斯呢 需要付出高额的战争成本 而且他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但是这一项新的数据显示 俄罗斯的人民竟然变得更富有 从世界银行一号发表的 全球收入水准报告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 帛琉 保加利亚 他们从中等 偏上的收入类别 现在升级到高收入 这份报告指出 俄罗斯的经济活动 受到了军事相关活动 大幅增加的影响 还有贸易反弹 以及金融建筑业的成长提振 总之反正这让俄罗斯的GDP 现在得到了明显的成长 所以他们人均国民所得 也因此增加了11% 我们要请教立将军了 现在很多的证据都显示说 西方制裁俄罗斯 好像根本就阻止不了普丁 是吗 第一个我认为普丁真的是很坏 他说他偏好拜登当选 我觉得他讲这些话 很明显是在帮川普竞选 不然他不会说帮 希望拜登能够当选 那我们要知道俄罗斯 当初这个俄乌战争开战 一定是就是美国拜登在后面调弄的一场战争 那他们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开战这出 讲得也很明白也很露赤裸 他说我们就是要拖垮俄罗斯 我想说大家都应该还记得这句话 可是这场仗打了两年下来 真的是谁被拖垮 我觉得反而是欧洲国家被拖垮了 乌克兰也这个裁员段被了 然后俄罗斯为什么没被拖垮 反而变有钱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能源跟原物料的一个输出大国 另外你不要忘了 他本身就是军工业的大国 也就是说我用一种很简单的话来讲 他可以卖他的石油 卖他的原料给中国给印度 然后这些钱拿回来以后 他让他老百姓有工作 什么工作呢 到兵工厂去生产这些战车 大炮 武器 这些装备 那民众就有了工作 有了钱 然后这些钱以后就开始 就本来是一滩死水的 就开始活动起来了 这就是经济的一个原理 所以俄罗斯不但没有被拖垮 他反而现在是欧洲国家被拖垮 我们从今天早上英国的选举 我们就看得出来 苏拉克败选 而且是苏拉克很惨的败选 那上个礼拜 是法国马克宏 对不对 他极右派也当选了 另外肖茲现在也跛脚了 很明显的跛脚 所以看出来是反而是欧洲这几个国家被拖累了 因为他的能源 北溪二号被断掉以后 他必须要花更多的钱 去买更多的能源 那当然造成民生上面通货膨胀 或者是物价一直不停的飞涨 然后造成这些民怨不停 而且这场战争眼看的就是遥遥无期 没办法结束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从欧洲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民众的不满 那俄国到底有没有机会被打败 我这边很肯定的说 不会 是乌克兰国家被败 为什么呢 我们从现在 我这边有一张图 我先讲一个野战战略 大的战略来讲 我其实很早就预测 哈尔科夫一定会决战 因为就野战战略的场面 你整个拉开来看 这个假如说这块图 是俄罗斯来 是乌克兰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的话 乌克兰很明显叫内线作战 什么叫内线作战 俄罗斯是外线作战 他北边打哈尔科夫 东边乌东这边 他两边在包围攻击 那这个乌克兰夹在中间 所以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获胜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集中所有兵力 在哈尔科夫跟这边决战 这边决战打赢了以后 我再转用兵力到乌东地区来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现在来讲的话 我想说这张图 应该大家一看就很明白 这个就是前一阵子 大家看到 印象很深刻 就乌龟战车出没的地方 就是攻城略地到这边来 那这边也是一样 是俄罗斯所占领的军事阵地 那现在来讲 你合理来讲 就一个军事上的座位来讲 你应该这时候 把部队拉出来 拉平战线 然后才能够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蓝色箭头 乌克兰不停地在这边 投入兵力 谁叫他投入呢 是北约美国 叫他们继续投入 为什么叫他投入 就是说我现在来讲 我必须要跟我自己的国内 民众有个交代 我希望你乌克兰 有一场战争 有一场战胜 那我才可以继续提供 你武器资源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口袋 这是不是就是 一个标准口袋 那你看看 俄罗斯现在攻击的箭头 他朝这两边 当他攻击到这边 你进来多少部队 就完全被包围前面 在这里面 所以我特别要讲 这场战争 不管从战略上面 或者是说从实况上面 从经济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乌克兰 目前我觉得说 他已经是在做 垂死的一个挣扎 那美国为首的 这些北约国家 其实也看出来 大家现在在想方设法 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怎么样来结束这场战争 然后不要让这场 继续把欧洲继续拖垮 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反而是 这个 北约的 欧洲的这些国家 会被这场战争所拖垮 好 所以立章军这边是看好 俄罗斯肯定会胜的嘛 对不对 那好 我们要请教上之歌 因为现在虽然没有 直接的证据可以显示说 中国大陆就是有提供武器 给俄罗斯这边 但是现在 大家也在说 是不是有些插边球的方式 我想最近最新的大概就是说 中国大陆有一个 这个运20战略运输机降落 在莫斯科这件事情一起瞩目 那要知道运20 这对中国大陆来说 它是一个战略的 战略军用的运输机 它主要是可以运 非常多的人或物资 或非常重的军事武器 所以大家不免就 而且这次是 不是美国情报单位 这是一个部落格 在追踪时候发现的 所以披露起来 这几天引起很大的讨论 但现实始终是这样 最近确实我们看得到 包括美国跟欧洲 联手在指控 中国大陆在援助 刚刚讲 俄罗斯的军事物资 指控很多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伯恩斯都讲了 那么北约的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也都这样讲 都是一些大咖在这样讲 但问题是 援助 什么叫做援助 援助什么东西 叫做军事物资呢 这个定义 粮食算吗 工兵算吗 一些军民通用的设备算吗 但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状况 就是说 现在有具体的指数 中国大陆支援俄罗斯 通过中国大陆的北方工业 曾做了 俄罗斯有一个1500辆的订单 是一个全地形的越野车 而且中国已经做了 交货500辆了 那这500辆是越野车 可是越野车 那个俄罗斯自己 加装了一些武器 就可以变成 所以这个东西武器化 又不是中国做的 所以这里头确实有些争议 那当然毫无疑问 欧美当中指控越发强烈 过去是希望 中国大陆能够做调停 中国大陆能够一起来制裁俄罗斯 发现不可能 现在就直接指责中国大陆了 但是 你说中国大陆有理会吗 在哈萨克进行的这个上和会当中 普丁跟习近平 这个六月才刚见面 然后马上又第二次见面 两个人抱着死去活来 然后互称对方为亲爱的朋友 而且这次要注意 上和会这次通过了让白俄罗斯进入上和会 都知道白俄罗斯跟俄罗斯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强烈的结盟的 那么所以这里头毫无疑问 我认为虽然不是军事物资 但是中俄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不容欧美的定义跟挑战的 是说回来这场战争到底能不能结束 我们刚刚说到有一个人可以决定 芬兰总统施塔布 他说只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通电话就可以结束 那立将军想请教您啦 那接下来北京会一如既往不选边站吗 我觉得北京当然会选边站 但他选的一定是俄罗斯这边 那他会不会调停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我们有一句话叫强导重人推 当北约国家 你要想要拖垮俄罗斯的时候 对不对 就现在反而北约这些国家被拖垮 美国可能会被拖垮的状况之下 那你想想看习近平这时候会出手帮忙 这个喊停战吗 那相对的 我是觉得觉得不可能 就像上次刚刚所分析的 现在来讲大剌剌的运20已经去支援俄罗斯了 那你如果说是我只是军民两用的物资 你大家可以用民用的物资 与民用的数据来运输 你为什么要用运20 运20摆捏就是军用物资 那所以我觉得说是 就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不太可能在这方面来讲 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个调停 反而来讲他会帮俄罗斯加把劲 把这个西方北约这些国家打败 是 好休息一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马上回来